作者,雷妍最近在库尔勒举行的苏沃洛夫突击,国际军事比赛规模庞大,多个参赛国家驾驶着中国的86A步兵战车挑战赛场,给观众一场场精彩的军事比赛秀。 但是,亮点总在赛场外,相对于已经老实的86A步兵战车,东道主中国借比赛机会几乎将整个陆军集团军的武器装备都展示了出来。 在开幕式上,中国展示了88B型主战坦克,04A型步兵战车,空间旧重型反坦克导弹发射车,新型122毫米自行榴弹炮,122毫米多管火箭炮系统,034300毫米远程火箭炮等等,都是我军信义的大杀器。 开幕后,火箭炮集团更是直接,展示了一场精彩的火力秀,远程火箭炮纷纷出唐,设向远方的目标。 壮观的场面让这些酒精沙场,有的各国军人无不动容,有的军方代表甚至都在暗自贴量一下自己国家的钱袋子,看看能不能回去打个报告买些中国兵器。 当然小钱钱到了,可以包容欧琴,在国际军事比赛中,展示自己的武力是各国一贯的做法,也是现代这么非常好的广告,比如俄罗斯就在坦克两下中展示了各种坦克装脚车辆,甚至比赛用车就是他们最想推销的T72B3主战坦克。 这种BTC有令更加便宜的改装战车,现在已经交付叙利亚,在战场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参赛国也对俄罗斯的多种武器装备感兴趣。 中国虽然承办这类比赛较少,但深知东西豪还要懂得叫卖,于是在苏沃洛夫突击国际军事比赛,上来了这场壮烈的烟火秀,毕竟这些军人是真正的武器使用者, 他们对武器的好坏很有发言权,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于中国武器装备的外貌很有帮助, 比如中国拿去坦克两项比赛参赛的96B坦克,外貌型号就是VTRB,曾经在多个场合进行机动演示,这次比赛更是帮助我们打了一个不错的广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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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